聪明能干,长得不美的女生,是不是容易低价或者独身? 大家好,我是顾颖琼博士,身边同辈和下一辈几个理工科女生,读书成绩好,毕业后做得工作收入不菲,但婚恋都不顺利,有得至今未婚。 他们共同的地方是长得普通,打扮谈吐中规中矩,不擅长耍持卖交讨男人欢欣,或者说是这方面手腕不够。 因为自身能力强,性格独立,经济条件不错,眼界也比较高,很多东西后天改变不容易,如果这类女生中学大学没有搞定男友,处境会有些尴尬。 工作圈里的中国男生,大多宁可找收入低些的美女,男的年轻实在爱丑琼,后面有了钱这些都不是个事。 不漂亮女生似乎是反过来,越有见识,越难找到匹配牵手的人。